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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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上的觀眾朋友 歡迎回到我們聯盟戰棋 東南亞總決賽Day2 我是你們的主播 克萊門 哈囉 大家好 我是賽平 波提 哇 今天非常高興可以 這個有波提來我們現場 一起幫我們播報 幫我們Terry跟我們的殺手哥加油 那我們今天的這個賽制呢 還是一樣喔 是32曲8 然後今天呢會打滿 後面六場的一個BO的比賽喔 非常非常的吃緊 欸 我這 我昨天看的話 我記得那個Gimme的話 好像是一個女生 呃 對 我們好像其實 我不太確定他到底是不是女生 我是不是很確定嗎 我看聊天室都已經在暴動了 那是因為聊天室 他們 只要看到有點像女生的東西 就會暴動 原來是這樣學到了學到了 對 所以這個我就不太確定啦 或許可以再看 因為我們上一次比賽也有看到他 但那個時候 我覺得聊天室好像沒有暴動 所以不太確定 是不是同一個人喔 不過Gimme這位選手 也讓我們 哇 昨天真的印象深刻 他跟七個越南人 排在同一個Lobby裡面 靠著一個天使直接刺激 一打七喔 非常非常的厲害 那再回來聊這個 吸血鬼大動這個事情的話 就是也是想問一下 這個波提是不是 吸血鬼前面應該還是要蹲連敗比較好 所以他可能在賽場上那邊的風險會高一點 我自己的話真的是會一直連敗下去的 其實我現在就是看其他的一些實況主的話 我就看他們都已經在滑手機 然後直接空城了 然後再來就是再比說 我今天是主場還是客場 因為主場的那個人會輸 就是客人是最大的 其實大家只要記住這一點就好了 對 然後還有就是我覺得現在P的托福其實不太能玩 所以你會很不舒服 因為一場一定會有一家 就是至少一家的那種血鬼 然後他只要空城的話 你是不可能去比營他的 而且有的時候會到兩家 你可能一家的話你可以先下皮爾托福 然後先不要斷你那個連敗 但是你總不可能就是一直都不上那個皮爾托福 對 對你其實是防得了一家 防不了第二家第三家 嗯 哇這大體而言的話應該就是一個 比較像是躺平的版本 然後可能大家從經濟的版本 真的以前是龍獸然後現在是血鬼 就是一直在躺的那種感覺 還不錯啊 還不錯啊 還蠻舒服的 我也是蠻喜歡躺著 我們剛才也說過嘛 躺著剛好可以玩手遊版的聯盟戰機 對不對 對對對對 所以一切的東西都是專戰機 我覺得這都是最好的安排啦 那這一位就是 聊天是會暴動的玩家 Give me 這邊的是 跟昨天一樣繼續選阿福喔 然後這裡的話 魔力祝福跟專屬魔棒 嗯 我覺得他這裡有點逗 因為他如果是玩巫師的話 嗯 他這個六連敗 然後感覺他的巫師的禁牌也不是那麼多 嗯 對 他現在的巫師叫做禁 你知道嗎 看有沒有辦法變出一些魔法 啊啊啊 而且他這個精進 就是有的時候掉了一大堆的大劍 或者是一堆的弓的時候 巫師就是會特別難受 你很難去好好的把它消化掉 他這個蛋白最後牌有什麼用意嗎 蛋白最後牌 嗯 孫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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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靈蛋 好 卡瑞士最後一波 現在開始緊張囉 手心冒汗 兩手互戳 看一下戳這個小手手能不能把對手給戳掉 艾可桑 開出第一個大 也 喔 這個亞術直接倒地 但貝爾維斯已經到後排 第二下的話 能打出來嗎 哇 被送走了 最後一波也救不了 哎呀 卡瑞士 我被騙啦 不錯不錯不錯 這麼糊的艾可桑都玩不了 學到了 學到了 哎呀 又爽 看 看比賽的好處就是這樣 就是你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喔 感覺穩的 喔 直接壓進去了 應該穩的吧 這個 這個控場 文字一出 這誰控的 喔 3Q連頭開始在擺動作了 喔他在學沙皇 有沒有 一下戳一下 左手戳右手戳 氣功波 喔 哎呀 都是開始做伸展操了耶 好啦 阿卡亞丁海這邊跟Fullman 這兩位的話都是一波會倒的局面喔 不過四槍手看起來贏面是大不少 Fullman只剩下一個角頭老大 一個人能撐住全場嗎 一直在回血 把過後的殺不死 喔 傑麗直接跟他面前對點被抓走 Fullman 要打贏了 一個人打全部耶 丁海不敢相信 一打七他居然被打輸了 那我們第一場看完之後呢 記得大家不要玩艾可桑 第二場馬上回來喔 嗯 那我們也有在討論喔 就是剛剛可能柏體老師這邊看的看法的話 剛剛卡Ridge那個2-1的點 一定大部分的玩家還是會艾可桑 然後去當打工 然後還是選這個先寫轉換 喔我的話我會耶 因為我就是有點現在也是偏信仰 就是邪鬼大洞那一排的 嗯 我覺得現在目前傳來的都是捷報 就是很多人一直分享說 喔耶我用這個邪鬼大洞然後鐵頭上大師了 好爽之類的 所以他們都會截圖給我 然後我想說應該不會是P圖吧 不會不會 柏體老師給你的 我相信你的粉絲這個應該都挺誠實的喔 然後目前我看下來的話台服最愛玩阿福的就是天晴 所以我昨天其實有找他討論一下 因為他就是一天充了兩百多分 這種一定有貓膩 所以我們要去偷學一下 我稍微去問他一下 他說這個東西就是你真的陣容詞得夠深 就是你開到什麼就要玩什麼 但是愛你倒轉的話他就會覺得是一個滿大的提升 然後像挑戰轉也是還滿不錯的 蘇瑞瑪轉啊或是轉啊 哎呀都是轉啊 對其實還滿多東西可以玩的 愛歐轉的話就是給大洞 其實有很多的提升可以去玩 然後你得要就是靈活的辯證 你不能說我今天開到這個然後不會玩 對還有一個比較細節的就是你一隻四的時候 最好是要去抓一下波比跟蛇女 因為波比的話是三羈絆 對波比的話是三羈絆嘛 然後蛇女也是三羈絆 然後他們剛好都是就是諾克薩斯啊蘇瑞瑪啊 然後像是現在開的一個堡壘的體系 甚至是神域也是OK的 就是現在的強勢的陣容他們都是有的 對所以其實你在一隻四的時候 你可以先去掛個羈絆然後開個六 其實兩隻角色找起來之後也就是六羈絆了 看到卡瑞芷剛剛是已經七張的 哇這已經八張 嗯 卡瑞芷哥你怎麼每一場都這麼會抽啊 然後他嘴角又開始上癢了 我又看到了 這個跟我的天使長得有點不太一樣耶 對 裝飾有點 比較難受 他這也是缺魔棒 所以有蠻多人都缺魔棒的 哎呀 對面開獎了 好舒服啊 卡瑞芷算得剛剛好 你看我這個天使沒有三 就是為了陰你這個老狐狸 這個真的是大英雄耶 哇 太神啦卡瑞芷 他掃疊了很多的 很多的下個回首 有伏筆嗎 看一下卡瑞芷開打 9等 5殺路 開點 哈莫定格1暈4 暈下去之後人都麻了 Succulent 不敢置信 手已經離開鍵盤了 摸摸頭 沒辦法 打不贏 那 我們下個賽季也想跟波提聊一下 因為我們最近有一個好消息公布囉 是9.5版本 確定會多比爾吉沃特跟這個 伊斯克特爾 那個森林那邊兩個區的英雄 這兩個區的英雄你有什麼比較喜歡的嗎 希望看到的嗎 好運姐 好運姐 對 之前的版本好運姐 我們看到百獸好運姐 然後還有什麼 然後S3的時候也有好運姐 對對對 好運姐雖然是我還蠻喜歡的一隻角色欸 我覺得好像S4的時候 他是一個暗影的雞飯 對 然後就在那邊雨林 槍林彈雨 然後就叭叭叭叭叭叭 然後對面就 對 你這個生效做得還蠻 真的還蠻 很有畫面感 然後馬上聽到就知道是哪幾隻喔 對 所以我們有可能會看到這個飛獅啦 那確定 就是至少他的圖數有放出來的一些角色 是我們的鋼普朗已經出來了 跟最新的那一隻 那隻狗狗刺客 什麼Nafiri 我中文其實也不太知道 那麼會再多另外一隻明血族喔 所以 可以大家期待一下 其實在這個30號改版就是 9 第9版本 最後一個版本喔 那接下來的話就會進到9.5 跟世界賽的一季的環節喔 所以非常非常期待 我自己就想看到什麼你知道嗎 嗯 你想要看到什麼 我想看到飛獅 喔喔喔喔 真的耶 對 飛獅很久沒有出來 他是比爾吉沃特的神教喔 喔喔喔喔喔 這個飛獅的話 可能這個丹莎卡莎丁 都是有額外加成的 就跟我們當年那個西門一樣 這樣哇一跳這樣 喔我也是那一個年 欸妳是那個年太太了吧 沒關係不要多說 妳那個歲數會普通 不要多說 差不多 嗯 嗯 OK的啦 沒問題啦沒問題 我知道波提大概18歲啦 我懂我懂 我是聽我朋友說的啦 喔喔喔OKOKOK 哇這個 呃 嗯 而且他的 烏爾加特裝也是挺奇妙的 說實在 對 就只能當一個大坦 不是辦法的辦法 看一下剩4滴血的丁海 有沒有辦法撐住 對面已經亞飛利歐2 但是他的烏爾加特 騎到了他的臉上 看有沒有辦法收掉 哇最後飛去另外一邊 要靠艾可桑了嗎 艾可桑能收嗎 欸你收下來差兩滴血 哇三個版本就收了 不是 不是 他 他這鬼死我怎麼不趕快給 他在最後一刻才給耶 為什麼啊 對啊 我在想說他在等什麼 還在等下一場嗎 還蠻想去看他們的攻略 就越南文的攻略裡面 到底這個 可能那樣發片 或是發這個戰略哈齊爾 對 我們這邊發什麼 蓋倫大東 他們那邊可能 連續三天 就是什麼 七蘇瑞嗎 然後發什麼 三 五軍師這樣子 對 有 去找一下有沒有越南波提這樣子 看到他們會發什麼 欸我發現他們很愛發抖音耶 喔對耶 所以還蠻有趣的說實在 其實抖音看攻略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一分鐘就可以看完了 坐下來看五天 一分鐘然後就看一個 一分鐘就看一個 我都看著神操的那種的一分鐘了 一分鐘教你上精英 結果看了老半天 看了兩季了還是沒上 超哥是我的第一代偶像耶 不要這樣 長個天呢剩15滴血是有可能被送走的喔 這裡是鬼索阿里在後排 當他的主要輸出喔 哇感覺牌面其實轉的並不是到太好 喔但是卡薩蒂直接倒到後排 他把天使打出局了 發了一張紅牌給他 哇 這就是剛剛沒有做到的操作 就是要這樣走進去踢阿 波體的預言都是真的 但是要下一場才會出現 OK 這真的有耶 好專業的卡商力喔 而且這樣他真的是 好像還蠻多人開視訊的耶 欸對 這次開視訊人多很多 我們其實太高到自己在打 我們都是放張圖片這樣子 是啊 都把你們的帥臉給藏住了 真的是 我記得那時候天璟好像被騙了 天璟就說要給真的照片 結果發現奇怪別人合穿先紙 就真的是合穿先紙 這樣會不會被騷擾啊 我說這裡真的要動腦筋喔 在這裡應該會開始在想要 最終正好長什麼樣子 我覺得拿哈佛 我覺得是會有這個問題 就是尤其是你拿彩色的 你兩個開了之後 你會想說這兩個東西要怎麼湊在一起 其實說實在我覺得 玩哈佛真的很燒腦 有時候會覺得腦細胞快要死亡了 而且她是有免費招待卷的狀況下 她的臉看起來好哀傷喔 沒有 她是1號表情好不好 她沒有換過的 OK 對不起 對不起 她就是這樣 我可能過度解讀了 但是我看起來她是有一點 嗯 對 速度其實算真的很快 我剛剛看到在骰的時候 我也是滿好奇的 因為她是4等的時候 就把達瑞絲全部抓起來 真的耶 她進的那個達瑞絲的速度 都要比神女還要多了 有沒有感覺到 因為我對賭這個諾格薩 玩的沒有那麼多 就賭低飛的沒有那麼多 我不太確定4等的時候 這個達瑞絲要不要抓 還是會抓一下 就是如果你發現 苗頭不對的話 其實是真的可以直接去轉玩達瑞絲的 就是你就乾脆 眼睛閉一閉 好的 神女你掰掰 而且她也沒有來buff說實在的 就是啟動的狀態是滿重要 不管是對薩米拉還是神女來說 猥瑣的喔 所以可以走的路 可能是比較偏向這個軍師的喔 是 畢竟他們是滿喜歡戰略的一個體系 哇 這個爆炸 太療癒了吧 那個爆炸直接炸一整團 欸 烏米她剛炸是她自己嘴巴也張開了 哇 漂亮 哇 還有一個巨石封 太猛了 太猛了 蛤 她是不拿飛身的 她要這個巨石封嗎 會把飛身骰掉應該就是巨石封嗎 嗯 金色的飛身能骰的 蛤 蛤 蛤 都不要 我破過去 藍buff再繼續疊 欸 哇 打穿欸 對面的是五弟再加上連合防禦人 Pinky 你看 破涕微笑 誰說她那個是一號表情 她就是真的 忠實地反映自己的心境 有 整個都放鬆囉 都開始天罪著囉 欸 有戲喔 有戲喔 哥要反打囉 開始想四千塊怎麼花囉 喔 美金不錯喔 可以欸 錢很多喔 現在就是點名環節了 賣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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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始衝了 喔 這邊她也有注意到 然後想去刷這個關 嗯 有嗎 沒有 哇 最後一下 這個關 小妹妹會不會騙人 還真的騙了 巴掌關 沒來 哎呀 扎心了呀 但這邊真的蠻好看的 我很喜歡看這種 兩家都最後一波 兩家一起爬 雖然Snow沒有爬 她就自己在那邊 對 剛剛都是還是 讓海克斯的一個狀況下喔 喔 這邊開輪 最後一波 開到了 有差嗎 哎唷 捷力還活著喔 已經穿到後排囉 嗯 感覺沒有 沒有 沒了 二殺二 還是太頂了喔 在前面 恭喜Royal 哇 前面是一直在蹲的情況下 最後一波 最後是靠著七蘇瑞馬 反打吃雞喔 感謝大家的收看 明天同一時間 我們再回來幫Terry加油 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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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5 1 2 5 3 6 6 5